除夕南台灣天氣晴朗高溫約22度 台南市商圈也出現不少人潮 但大年初一隨著華南雲雨區東移影響 水氣增多 氣象局預測北部東部地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震雨 另外南部則是多雲天氣 初二的時候水氣上面 中南部地區會略微的減少 所以主要是轉為多雲道行的天氣 但是山區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雨 隨著冷氣團減弱 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二會逐漸回溫 中部以北地溫大約14度 東半部15度 而南部地區則是16度 下一波冷空氣將在大年初三 報導全台轉濕冷 北部地區約15度 而這波冷空氣最強 將會落在初四到初五 北部地區下探13度 沿海空曠地區可能只有12度 要等到初六才會回溫 在溫度跟水氣的配合得宜的情況之下 可能從明天的初一 一直到初四這段期間 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會有一些降雪出現的機率 初二出三清晨西半部地區 容易有局部農務影響能見度 氣象局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車安全 春節廉價天氣多變 提醒民眾還是必須要留意 溫差變化 返鄉外出要適時調整穿著喔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明天空曠地區 請響